下一周呢,我們要交的東西就比較多一點,就是會比較compact 那我的經驗是,其實我交的很緊 那通常兩周也沒有辦法就把預測器模型整個交完 通常都會比兩周長一點點這樣,好不好 所以大家這一兩周可能就是要辛苦一點 來 剛剛我們上一節我們講完的相關性,兩個連續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對嗎?然後我們接著下來 各位如果還記得說我們之前用過一個指令叫做RNOMO 大家還知道RNOMO那個指令在幹嘛嗎? RNOMO基本上是幫我們 我們講RNOMO 500它就是會幫我們產生500個值,對不對? 這500個數值,然後就是,對吧? 它就是,我們給它一個N,然後給它一個平均值,給它一個標準差 那它基本上就會幫我們算出來500個點 那麼這500個點基本上就會是常態分佈,對吧? 是這個平均值標準差差 那可是,我們之前講的那個東西 當我們只關心一個變數的時候 我們在關心的是這個變數的分佈這樣 對吧?它的分佈 可是當你有兩個變數的時候呢?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用RNOMO 那你產生出來是一個長度為500的 然後寬度為1的 其實就是一個向量,對吧? 但是你現在如果是要算兩個 我說我如果想要讓它做出一個 做出500點 500個X1,500個X2 然後我要讓X1跟X2之間 它們的相關係數是-1,-0.2,-0.5 類似像這樣的話,對吧? 那你就要用的這個 這邊要加一個MV這樣 這MV的意思是叫做Multivariate 就是多變量的意思,OK 意思是說我只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之前學過的那些什麼RNOMO RBOISON,R什麼東西的這樣,對吧? 然後那些東西都是一次只對一個變數這樣 對吧? 可是當你開始要做模型的時候 你的關心的重點就不是在一個變數 而是在變數變數之間的關係這樣 所以你通常需要一次產生很多個變數出來這樣 然後很多個變數 就是Multivariate 就是多變量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漸漸從單變量 然後往多變量的這個方向來移動這樣 那到多變量的時候 它一樣是可以模擬 只是它這個模擬出來 你呼叫這個指令 那你會看到說 它事實上不是給你一個長度為500的向量 它是給你兩個 然後這兩個向量之間的相關性呢 就是-1,-0.75,-0.5 然後一路我們做到1 對吧? 所以 我們現在會漸漸從這種單 我們關心的這件事 當我們要做模型的時候 我們關心的事情就不再是一個變數的分佈 而是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是嗎? 所以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 W這份資料裡面 我說它有六個連續變數 從Fresh 一直到Delicacy 通常我們 在美國 沒有人叫Delegation 它就叫Daily OK 我說沒有人叫Delegation這麼長的字 通常它就叫Daily 然後 然後 好 那 這邊有六個變數 那我們剛剛都每 就是挑Fresh 跟Mill Mill跟Grosser 就是這樣 是嗎? 如果我想要看到 這六個變數 兩兩之間的這個相關性 對吧? 事實上你可以用Core這個指令 剛剛我們只是給它兩個欄位 對不對? 事實上你可以給它整個 整個資料框這樣 像這樣 我現在給它W的3到8 基本上就是這六個欄位 對不對?一次給它六個欄位 它基本上它就會做出一個矩陣來這樣 OK 這樣的東西叫做相關 相關矩陣 叫Correlation Matrix這樣 看喔 你看 自己跟自己的相關性一定是1 對不對?看到了嗎? 我說Fresh跟Fresh一定是1 然後Mill跟Mill也是1 意思是說這種相關矩陣 它的對角線一定都是1這樣 對吧? 然後 這個數字基本上就是Fresh跟Mill 它們的相關係數這樣 來 這邊的話是Fresh跟Grocery的 這邊是Fresh跟Frozen的這樣 這樣了解嗎? 對吧? 所以你可以下一次指令 然後就把 這六個變數的相關係數一次做出來這樣 你如果注意看一下這個矩陣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這個值跟這個值是一樣的 這個值跟這個值是一樣的 就是 對稱於它們的 相對於它的這個對角線呢 它們是對稱的對不對? 是嗎? 我意思是說Fresh跟Mill的 Correlation如果是負的0.02 然後Mill跟Fresh就是一樣也是負的0.02 對不對? Correlation它是誰在前面誰在後面其實是沒有差的 所以這個矩陣基本上是兩個 基本上上面下面這兩個三角形是對稱的這樣 對吧? 這種東西我們叫做Correlation Matrix這樣 你想要一次看到很多的變數的Correlation你就這樣做 這個問題是這樣 你這樣一畫出來 哇一堆數字你看的事實上也是 就像是我們看 我們在做PCA的時候不是說 我就給你一個table你看得出來它裡面有什麼 你事實上看不太出來 人看的這個數字是讓你不會有什麼感覺這樣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我們會希望把它畫出來這樣 所以有一個指令這樣 在Car這個套件裡面它有一個指令叫做Scather Plot Matrix 那裡面你就擺一個一樣是擺這個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畫起來長什麼樣啊 你一樣是用這六個欄位下去做 呼叫這個函數 然後你會得到一張像這樣的圖這樣 我再用小一點好了 那在這張圖呢 我們先看對角線好了 對角線其實這個對角線上面看到的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Density Function對不對? 一個密度函數 對角線我們看到的分別就是這六個變數 他們單一變數的分佈 我不是講過嗎? 如果你關心的只是一個變數 那你關心的是這個變數的分佈 是嗎? 這個變數的值出現的頻率對不對? 他們的分佈 可是你如果一次想要看兩個變數 好比說你要看Fresh跟Milk之間的相關性 你就要看這邊對不對? 是嗎? 這個 我用大一點 這每個格子裡面其實就是一個點狀圖對吧? 然後點狀圖 以這個點狀圖而言 它的X座標是Milk 它的Y座標是Fresh 來 那麼以這個點狀圖而言 它的X座標是Grossery 然後這個它的Y座標是Milk 看到了嗎? 對不對? 所以它基本上用這個方式 把這個變數跟變數之間的關係都畫成圖 然後把 基本上它是一個圖的矩陣對不對? 一個點狀圖的矩陣 所以你看著這個的話你就比較容易判斷對不對? 像這個基本上就沒有什麼correlation 像這個correlation就很大 是不是? 然後看到了嗎? 大概像這個的話有負的correlation 類似像這樣 OK? 介紹一些工具 就是讓你看相關性的工具 所以我們看完了兩兩之間的相關性之後 接下來你要看一群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可以使用的工具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到現在為止 對吧? 所以我們從關心一個變數的分佈 到關心兩個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到關心一群變數之間的相關性矩陣 對吧? 這是我們今天講的 這個東西你們其實應該都學過 只是在R我們比較容易用圖形的方式給你們看 對不對? 在這裡你就看到了兩個單一變數的分佈 這裡你就會看到兩個變數的關係 整個矩陣你就看到一群變數之間的相關性關係 對吧? 然後你要怎麼樣才畫這個圖呢? 因為這樣你只要把資料交給這個方式 他就幫你畫好 看到了嗎? 所以我說過了嗎? 我們在R裡面喔 這些工具就像是召喚獸一樣 你只是不知道有那一支這樣 如果你等級夠 然後你知道那個符咒 你只要念那個符咒 它就會跑出來了 對吧? 所以 好 所以我們的學習方法跟之前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的學習方法不再是用那個數學這樣慢慢往前推 我們是多看一些東西看快一點 是嗎? 你知道這玩意有人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然後你做的時候就一樣畫糊糊 對 一樣也做得出來這樣 好啊 剛剛我們講的是 數值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對吧? 然後類別變數之間呢 它有相關係數嗎? 有嗎? 我說如果是類別變數 剛剛不是有一個類別變數叫Channel 對不對? 它的通路跟它在哪一區? 北中南區 這兩個東西之間它有相關性嗎? 有嗎? 沒有對不對? 基本上相關性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correlation這件事 只存在於 數量變數之間 那麼 但是類別變數之間有一個跟correlation很像的東西 它叫做關聯性 它叫association OK 這樣嗎? 你原則上可以把 類別變數之間的 association當成是 它基本上的觀念跟剛剛那個correlation是一樣的 只是名字不一樣這樣 對吧? 做法也不一樣 OK 那 它沒有辦法算成一個相關係數 它沒有辦法變成一個0到-1之間的值 它實際上是不能這樣 你不能這樣做 對吧? 但是你可以用 卡方檢定 剛剛不是有correlation檢定嗎? 來檢定這個類別變數之間 對不起 那個 數量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嗎? 我們有另外一個檢定叫 這個叫kai square 叫卡方 聽過這個名字對吧? 卡方檢定 那原則上是說 你可以對這兩個類別變數做一個table 然後交給卡方檢定 那基本上它就會檢定出來說 這兩個類別變數之間有沒有關聯 有沒有association 它就不是說他們有沒有correlation 說他們兩個之間有沒有association 只是 自用的不一樣 那觀念是一樣的 對不對? 當他們有correlation的時候 那代表著我看著X 這個X裡面 帶有資訊可以預測Y這樣 是這樣的意思 對不對? 相關性基本上是這樣的意思 關聯性也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他們兩個之間沒有關聯 那你 我看著channel 我就沒有辦法去預測region 這樣 是嗎? 然後 可是他們要有關聯 關聯性很高 原來我看著 假如我知道在北區 假族 假如我知道在北區 然後7-11的那個 它的市占率是90%這樣 對吧? 所以你告訴我他在北區 這一件事 我事實上就可以推論說 你的channel 是7-11的機率可能很高 是不是這樣 對吧? 這樣叫做association 是嗎? 我看著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裡面 事實上攜帶著 可以預測另外一個變數的資訊 那麼 這樣的關係在 延續變數之間 它叫做correlation 在 類別變數之間 它叫做association 對 了嗎? 好 然後做法就像這樣 一樣嘛 還有檢定 檢定出來就會顯著 像這樣檢定出來 0.11就不顯著 對不對? 不顯著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 沒有明顯的 相關性這樣 對吧? 意思就是說 在每一區裡面 channel的比率 大概都差不多 是這樣的意思 對吧? 好 然後 一樣我們就說 有圖有真相 對吧? 那麼在R裡面 我們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類別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呢? 我們剛剛不是畫成點狀圖 或者畫成點狀圖 矩正 在這裡呢 我們會畫一個類似的圖 叫馬賽克圖 這樣 這圖畫起來像這樣 它一塊一塊的像是馬賽克這樣 所以叫馬賽克圖 Mosaic Club Mosaic Club Mosaic Club 這樣 OK 而做法是這樣 你需要呼叫一個 一個套間叫VCD 然後寫法像這樣 它這是channel 然後by region region的話會在這一邊 channel會在這一邊 對吧? 給它資料框 然後給它這個 你要放在x軸跟放在y軸的變數 那它現在放在前面的這個是x 然後放在後面的這個是y這邊 然後 底下這個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你不要管它是什麼 因為它就照抄就對了這樣 它就會畫一個類似像這樣的圖 那因為它現在這一組資料裡面啊 正好就是都不顯著這樣 都不顯著它就都沒有顏色了 OK 意思就是說 它在三個區域裡面 在這三個區域裡面 這兩個通路的比率啊 其實是差不多的 或者你可以反過來講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反過來講說 在這兩個通路裡面啊 它在三個區域的比率是差不多的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馬賽克圖做出來 它就會都沒有顏色了 那我們就說這兩個類別變數之間沒有什麼相關性 這樣了解嗎? 對不起沒有什麼關聯性 應該是這樣 當然用這個example就不太好這樣子 就是要講關聯性嘛 我用另外一個example比較好這樣 那這個example是這樣啊 這個是那個 他們這個人口統計的人去做的 頭髮的顏色跟眼珠的顏色 頭髮有黑頭髮 有中頭髮 有紅頭髮 有金頭髮 對不對? 眼珠的顏色有 中色眼珠 藍色眼珠 這個灰色眼珠 跟綠色眼珠 是吧? 頭髮的顏色 每一個人會有幾種眼珠的顏色 跟頭髮顏色 就是只有一種對不對? 是吧? 所以他是跟我講說 他統計的所有這些人裡面 有68個是 黑頭髮 中眼珠的 然後 有7個人是金頭髮 中眼珠的這樣 對吧? 這種表我們叫做什麼? 有人知道這個表叫什麼嗎? 這邊是一個類別變數 這邊是另外一個類別變數 這裡是一個類別變數 這邊是另外一個類別變數 然後這裡面是數量 就是每一個類別組合的 數量 那這個表叫做 什麼表? 有人講得出來嗎? 我們送個獎品好了 叫什麼表? 它叫列連表 英文叫做 蛤? C開頭的不是 就是 contingent table 來來來來 它叫contingent table 它叫列連表 對不對? 它有一個名字叫列連表 那 看著這個列連表 我們現在想要回答的是什麼問題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說 那眼珠的顏色跟 頭髮的顏色之間 是不是有association 對嗎? 如果說它沒有association 意思是指著 在每一種眼珠顏色裡面 那頭髮的分布大概都差不多 或者反過來講 在每一種頭髮顏色裡面 眼珠的這個比例都差不多 各種顏色都差不多 這樣的話就是沒有association 對吧? 是嗎? association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它有 那我們就可以看著頭髮的顏色 那它竟然去猜各種眼珠顏色的機率 或者反過來 我們看著眼珠的顏色 去猜它頭髮顏色的機率 是嗎? 沒有的話你就沒有辦法猜這樣 是嗎? 好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講模型之前要先講關聯性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關聯性 你都沒有辦法預測 用一個變數去預設另外一個變數 好啊 那 這邊我們先定義一個東西叫做編輯機率 就是 基本上是應該要這樣說 是說 呃 我們如果把 你看這是什麼 它是raw sum 就是 原來它就是把 這樣一排一排加起來 這加起來不是有一個數字嗎? 把它寫在這一邊這樣 對吧? 哦 所以 如果我們這樣加起來 這這裡 不是會看到一個 長褲為四的向量嗎? 這個基本上是每一種頭髮的顏色的人的總和 對不對? 是嗎? 不管眼珠顏色 是嗎? 不管眼珠顏色 你把這邊加起來 這邊就是 黑色頭髮的人總和 這邊就是 中色的頭髮總和這樣 對吧? 然後你把這些總和加在這邊 把它換成機率 對不對? 加起來 然後處於總數這樣 把這個向量處於他們的總和 你就看到一個機率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機率我們叫邊際機率 這個機率的意思是說 在 不管眼珠顏色的時候 頭髮 顏色的 機率 不管眼珠顏色的時候 頭髮顏色的機率 是嗎? 這個機率我們叫做 頭髮顏色的邊際 噢 對不起 邊際機率 因為它在旁邊這裡 所以叫邊際機率 這樣知道嗎? 然後 相同的嗎? 你如果在 你如果在這邊 這邊把它夾起來 這樣直的夾起來 那我們就說它這個是 眼珠顏色的邊際機率 這樣 是嗎? 然後 你如果把 不是這邊有個機率 這邊有個機率嗎?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把 這個機率乘上這個機率 基本上就會是 這個機率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條件機率 是嗎? 我說 你這樣就算起來 這邊會有一排邊際機率 這邊會有一排邊際機率 這樣 是嗎? 然後 你把 你把 第一 第一個raw的這個邊際機率 乘上第一個column 其實就是會是 這一格 就是black and brown black hair brown eye 它的條件機率 列連錶裡面的這個機率 叫條件機率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這個 在所有的人裡面 然後同時它是 頭髮是黑色 然後眼珠是 棕色的機率 這樣 對吧? 是嗎? 所以當然 因為機率一定小於一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裡面的東西 一定就是比較小 然後旁邊的東西比較大 這樣 所以你如果這樣去做的話 你基本上可以把每一格的這個 用邊際機率 把裡面的每一個 期望值算出來 這樣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算出來 這個 我們說 我們可以算出來一個這個 期望機率的這個比率 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算出一個機率的矩陣 這樣子 這個機率 所以你身上把它全部加起來 它會等於1 這樣 對吧? 因為它是這個列連錶這樣 成出來 這樣 那 那 那 因為這是機率嘛 那假設這邊的人總共是 我隨便講 假設這邊總共是250個人 這樣 你把250然後乘以這個矩陣 你就會看到期望值 對不對? 對吧? 我說得到一個列連錶 你首先把邊際機率弄出來 對不對? 靠邊際機率 你看到這個列連錶裡面每一格的這個 期望機率 這樣 然後你 你用這個列連錶的總數去乘你這個機率 基本上這每一格不是都會有一個值嗎? 對不對? OK 那乘出來這個就是它的期望值這樣 對吧? 這是列連錶的期望值 這樣 那列連錶的期望值喔 跟列連錶的實際值是不會一樣的這樣 好比說這裡是68對不對? 119 然後這邊的話是 40 106 這樣 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是期望值 剛才那個是實際值這樣 那期望值跟實際值之間的差距 我們叫做殘差這樣 OK 好嗎? 那如果殘差很大的話 他們就會有相關的 如果殘差很小他們之間就不相關 OK 我知道我這樣講的話 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夠follow的 OK 但是 但是事實上 你並不需要真的做這些動作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有套件幫你做 對不對? 好 然後 我講這些是為了 開個頭 然後跟大家解釋這一張馬賽克的圖 說了很多遍呢 就用R學統計嘛 有圖有真相這樣 講一堆數學 講了兩小時的數學 不如來看一張圖這樣 好這樣 對吧? 如果 如果我現在關心的是 頭髮的顏色跟眼珠的顏色之間 是不是有association 對吧? 那 一般來說的話 我會做一個 卡方檢定 但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指令 大家先看一下 因為我那個 剛才一開始那張資料的表 就是這張類連表已經放在這個資料結構裡面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直接用這個資料 其實它就是一個table 然後 直接呼叫Mosaic 這個 這個 function 這樣 Mosaic就跟我們上次做那個PCA一樣 你叫他做這個 他檢定幫你做好 圖還幫你畫出來 這樣 跟我們上次做那個 尺度縮減是一樣 對不對? 你就是呼叫PCA 給他一個資料框 然後 然後 接下來他就把PCA的圖畫出來給你看了 不是這樣嗎? 來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你原來就給他一個矩陣 列連表是一個矩陣 對不對? 然後 呼叫Mosaic 那基本上 剛才那些數學他就會幫你算 你只要看得懂他算出來的樣子就可以 對不對? 那首先當然第一件是你關心的是他們中間是不是有association 那有沒有association 我們要說 剛講過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p-value 如果p-value很小 那我們就說他們是有association的 他們這邊是有相關的 對吧? 所以這是第一件 但是通常你不只是想要知道 care跟愛之間是不是有關聯這樣 你通常會想要知道這個 這個圖示上是這樣看的 就是 這邊的話是頭髮的顏色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是眼珠的顏色 所以你這樣看的話 藍色是表示說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的人呢 他顯著高於 顯著的高於期望值這樣 所以你可以這樣講 我直接這樣講 大家可能聽得比較懂 所有這個 金色頭髮的人呢 對吧? 他的 中色眼珠的人 顯著的少 藍色眼珠的人顯著的多 然後 第三個是case 灰色眼珠的人也是少 但是 比較沒有這麼顯著 這樣 來 然後 綠色眼珠的人的比率呢 他沒有顯著的多或少 這樣 跟期望值差不多 我再講一遍 這個顏色他代表說 這個比率的人 就是 他 他的數量 就實際的數量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超過期望值 這樣 對吧? 所以你看 我可以講說是 金色頭髮的人 Brown 然後他 棕色眼珠的人 明顯的少 藍色眼珠的人明顯的多 因為他是 他是 他是這個顏色 對不對? 然後 灰色眼珠的人也比較少 這樣 然後 欸? 綠色眼珠的人呢 那事實上跟 族群品質差不多 這樣 是吧? 所以這樣你可以 可以講出來 好比說像 紅色頭髮的人 那 他這個 棕色眼珠 藍色眼珠 跟灰色眼珠 他的比率跟 竹群的這個平均值都差不多 可是他 綠色眼珠的機率 他是藍色 所以他是多還是少 顯著的多於平均值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這個圖 就好像是這樣看 OK 當你在看兩個 兩個 兩個這個 類別變數的列連表的時候 那原則上 你做馬賽克圖 然後這個顏色就代表他 顯著大於 或者顯著小於 族群平均值這樣 這樣你們會講嗎? 照我剛剛這樣講的 黑色眼珠的 黑色頭髮的人 對吧? 那怎麼講 有沒有人願意來講一下 這樣 我們一樣再送一個獎品 趕快 照我剛剛這樣講 對不對? 有人要挑戰一下嗎? 因為只有三題 我這一題再講過 你們就沒有立體可以講了 這樣 有嗎?試一下 講錯也不會怎樣啊 其實我建議你們這樣做 我建議你們今天回去之後 用寫的寫下來 這樣 把我剛剛講的東西 自己用寫的 用講的不容易 對不對? 是嗎? 這個要講要一次講對 其實不容易 你知道嗎? 我試過很多界的 沒有一界有一個同學 可以講清楚的 每個人都是 講不到一半就吃五六個螺絲 類似這樣講 OK 沒有那麼簡單 這基本上是說 黑色頭髮的人裡面 他有 棕色眼珠的人的比例呢 顯著的高於平均 有藍色眼珠的人的比例 顯著的小於平均 至於灰色跟 綠色眼珠的人 他的比例呢 跟族群平均差不多 這樣 你聽我講都很簡單對不對? 你自己講一次試看看 OK 沒有那麼簡單 我沒有騙你 這樣 好 等一下 你們還有機會贏獎品 這樣 事實上這個 這個表不是只能這樣看 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這樣看 他也可以 直的看 這樣 只是直的看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他這個直的 這一格 這一格 其實都是blown這樣 我說你看直的話 然後這一格 這一格 這一格 都是blue 這樣 所以用直的看比較難一點這樣 但是他的講法是一樣的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們看 然後接下來這一題就讓你們表演 這樣 如果用直的方向講 我會講 棕色眼珠的人 對 在所有棕色眼珠的人裡面 然後他有黑色頭髮的比例 是顯著高於族群平均的 然後他有金色頭髮的比例 是顯著小於整個族群的平均的 然後至於 棕色跟紅色頭髮呢 那他們的比例就跟族群平均差不多 OK 是吧 來 有沒有人要試一下 講藍色眼珠這樣 你們這一屆很沒膽耶 上次那一屆的話 就是 我隨便講一下就一堆人跳出來 這樣 講看看來又不會怎樣對吧 講看看 試一下看 好那不然你們回去用寫的 好不好 用寫的這樣 寫一下這樣 我覺得這很重要這樣 對不對 就是 其實這個相關性是很有商業意涵的 很有商業重要性的 你知道嗎 我 你看到了嗎 對商業而言重要的事情 不是這個顯著性 還有這個批雷流 你知道嗎 是要你講得出這個東西 才有用對不對 是不是才有用 來 曉得嗎 所以回去你就是要 自己把它講一下 現在有人講嗎 你看用寫的比較容易對不對 這樣我可以 要怎麼樣給他弄大可以嗎 我唸出來好了 所有藍色眼珠的人之中 來看一下 有黑色頭髮的比例 是顯著低於平均的 因為它是紅色 來 有金色頭髮的比例是顯著高於平均 來 中色紅色頭髮 則沒有顯著的高或低於平均 跟族群的平均差不多對不對 講的就是完全正確的對不對 是嗎 好這位同學叫做 賀丸如同學 你有在學校嗎 你如果有在學校你等一下可以來領獎品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明天再來領這樣 這樣了嗎 可以 好 你明天的話要找誰領啊 找助教啊 你來那個4091之一找我好了這樣 好嗎 因為我們今天搞不好會把這個獎品都發完 我們再去買一點 再去買一點 好 你真的 你真的要用寫的你比較容易 尤其是在一開始在練習的時候 沒有那麼簡單 那你講得出這個 你才有辦法做策略 對吧 否則你看著這個批貝領 你要怎麼做策略 我問一下 你根本沒有Crew 來 好吧所以這是我們的學習重點 好 我們剛剛講了連續變數之間的相關性 然後又講了 類別變數之間的關聯性 然後最後還有一件事 那 那 類別跟連續變數之間會不會有關係啊 OK 那剛剛講的是兩個類別變數 兩個連續變數 這樣 那現在萬一 你關心的那兩個變數裡面 有一個是類別的 有一個是連續的這樣 對吧 有嗎 有這種情形對不對 是吧 然後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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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Iris這個 這個資料集嗎 就是蘭花那個資料集 這樣 它有三個蘭花品種 對吧 然後 每一種蘭花品種的話 就會量出這個 每一朵蘭花的這個 花二跟花瓣的長度跟寬度 對不對 我忘了這個 Sepal跟Pathal哪一個是花瓣哪一個是花二 哪一個是花二 來 OK 所以 它是一朵一朵蘭花 這個蘭花的話它有一個類別變數 就是蘭花的種類 對吧 那它現在用顏色就是Species這樣 然後呢 它 它有四個這個連續變數對不對 這個是 Sepal 假設是花瓣哪 我想試 花瓣的長度跟花瓣的寬度 然後這是蘭花的這個 花二 花下面不是有個二嗎 花二的寬度跟長度這樣 好 所以四個連續變數 一個類別變數 對吧 然後它會演變成什麼局面 OK 那 想起來很困難 那我們還是那一句話 有圖有真相 是嗎 在R裡面 當你有這個混合的 一組這個連續跟類別變數 你實際上是可以用這個工具叫做GGPair 你知道 GG還是那個GG 基本上它也是GGplot的Family 你知道 然後 Pairs 就是配對嘛 對不對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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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樣 其實這個圖 還蠻容易看懂的這樣 是嗎 就是說 當然這個 我說對角線 對吧 這對角線就是 這個的話是 Pedal Lens這個變數 對不對 可是現在這Pedal Lens這個變數 我們剛剛不是看到 它是一個分布 對吧 是吧 但是因為現在加進了這個 加進了這個類別 所以這個分布變成是 分類的分布對不對 三個不同種類的 蘭花的 花瓣長度的分布 是吧 對吧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三個不同種類的蘭花的 花瓣長度的分布 是吧 OK 因為 三個不同種類的蘭花 你如果去看那個dataset 對吧 它可能有一些蘭花是 紅色那種的 有些蘭花是 綠色那種 有些蘭花是 藍色那種 對吧 那 每個種類都有很多朵蘭花 是嗎 那每個種類裡面的每一朵蘭花 它都會有花二的長度寬度 跟花瓣的長度寬度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畫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這一排的這些 這幾個分布 這樣 看到了嗎 來 是吧 然後 你看這個點狀圖 這個點狀圖的X軸呢 它基本上是seple length 對不對 是花瓣長度 然後它的Y軸是什麼 是第二個變數 是seple width 看到了嗎 所以 你知道 這一邊是這個嘛 然後這一邊是這個 所以 用大一點 所以 這個X軸它是 seple length 然後它的Y軸是seple width 那 你看它是點狀圖 但它的點狀圖 它是分類的點狀圖 看到了嗎 因為你有三個種類對不對 是吧 所以你就看到三個不同的種類這樣子 它在這個點狀圖裡走這樣 看到了嗎 是嗎 所以 所以你看到嗎 當你把分類變數加進來的時候這樣 對吧 首先是連續變數的分布 然後就會變成 它這個分布會散開來對不對 是嗎 然後它會散開來就表示說它們之間 它們之間 不同種類的 這個 蘭花之間 它的這個 花瓣的這個長度是有顯著的差異對不對 你看著這個也講得出來它有顯著差異 如果它都整個連在一起了 它就沒有太多差異 是不是這樣 是吧 所以首先你可以看出來 不同種類的這個 這裏面之間它有沒有差異 對嗎 再來你還可以看出來說 事實上 你看到了嗎 當 當我們把這個圖畫出來的時候 那 你看到紅色的點 綠色的點 藍色的點 對不對 它們基本上都有correlation 不是嗎 紅色的correlation好像高一點 是不是 然後藍色跟綠色的correlation好像低一點 類似像這樣 是嗎 對吧 所以你事實上自開這邊可以看到這些值 你看到了嗎 來 這些值基本上我說 這一種矩陣它都是 這一格事實上就是這一格這樣 對不對 是吧 相對於那個 對角線 那這一格事實上就是這一格 然後它在告訴你什麼 它在告訴你說 這些紅色的點 它的correlation是0.7 這樣 綠色的點 它的correlation是0.5 藍色的點 它的correlation是0.457 這樣 OK 好嗎 你看到了嗎 然後 然後 如果你不看顏色的話 它們之間的correlation 就是 你如果這些顏色把它拿掉 只是看seple length 跟seple width 之間的correlation的話 你看到的是什麼 它們的相關音訊是負的 而且是負的0.118 所以你看 我說有圖有真相的真相在這個地方這樣 如果你沒有分群去看這兩個變數之間的correlation 它們的correlation是負的 負的0.118 負的0.118 0.12應該說 Right 可是你把它們分群之後 它們三群裡面的correlation 都是正的 而且都正很大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 Right 那 那 我想要在這邊提醒大家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族群 我們看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它在整個族群裡面沒有關係 你知道 對吧 未必 未必是他們真的沒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 可能是因為你沒有 可能是因為你沒有把一個重要的變數放進來 在這裡如果我們沒有把 species 如果我們沒有把族群這個變數擺進來的話 你看到它們兩個之間的correlation是負的 可是一旦你把這個東西擺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它們三個的correlation都是正的 而且正很大這樣 看到了嗎 可以 那麼這一類問題就是我們在做預測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小心的這樣 那你要做預測的時候你要make sure 會影響你的那個 這個預測變數跟 跟這個目標變數的這些關係的這個 這些因素你都考慮在內 否則的話你可能就會做出 基本上跟事實相反的預測這樣 看到了嗎 假如我現在做一個模型 我就是直接拿petal lens去預測petal width這樣 我會預測它們之間有負的correlation 來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 事實上你應該要先把 族群這個 這個東西擺進來 擺進了這個 變數之後你看到的關係呢 才是真正存在於 不同種的蘭花之間的變數的關係 這樣看到了嗎 那我們可以一直往這樣一直錄下去 我說我們先觀察了兩個 連續變數之間的correlation 然後我們再看兩個 類別變數之間的association 然後我們看說我們把它擺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關係 對不對 透過這一些 透過這一些練習 我們做了一個準備 我們知道說 變數之間是有關係的 當我們知道了變數之間的這種關係 它是correlation也好 或者像這樣的association 那我知道了一個變數 我就能夠去推論另外一個變數 對吧 不會完全準 但是你有推論它的information 你有顯著的話 你就有一些可以推論另外一個變數的information 所以這是相關性跟關聯性的重點 然後最後這邊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另外一件事 是說 這種 你用相關性去預測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去應對另外一個變數的時候 你要小心 因為很可能你有漏掉一個重要變數 沒有擺進模型 那當你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事實上你那個預測會是 像這個根本就是相反的這樣 對吧 你根本就會猜錯方向這樣 不要說猜得準 你根本連方向都錯 對吧 好 好 那 有了這些準備我們就可以開始做模型 這樣子 我們再來開始要講regression 這樣 現在時間是8點04分 我們休息一下 有時候我們8點15分回來 好嗎 我們最後一節開始講一下 我們今天肯定沒有辦法講完所有的線性回歸 但是簡單線性回歸可以講完 然後 這個多重線性回歸的話也許我們只能稍微帶到 那 下個三堂課我們再來把這邊講完這樣 好不好 我們下課然後我們8點15分回來 好 OK 接下來 提示嗎